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幕呢是母亲和孩子的对话 然后母亲是由这个Cynthia扮演 然后这个母亲的这个inner voice 就是母亲内心的内心的声音由我来扮演 然后孩子的外在的这个声音是由这个Maggie是吧 Maggie扮演 然后孩子内心的声音由Sophia来扮演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 我来读这个narrative 放学后,孩子Nadine回到家 她的母亲在门前等她 I got a call home from the school today Oh,天哪,我太担心她了 她之前在干什么呢?她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 是跟男孩出去了?还是喝酒?还是吸毒? 我真的是太担心,太紧张了 她不是看着妈妈或说什么 我有麻烦了 我不想让妈妈认为我干了什么错事 So you need to talk about Oh,我觉得可能是这个Cynthia就是你的网络有点 delay So there's like an echo from your end Can you like maybe mute yourself when you're not talking? Yeah,OK Sorry,OK We need to talk about this The school said you did not go to class today Where were you? 我真的很担心她以后不会跟我说话 她如果不说话,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开始觉得有点无能为力了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我担心我妈妈不会听我的 她认为我是坏孩子,没必要再谈了 我需要离开,我不想听她要说的话 We have to talk about it We're going to fail your year if you start skipping school like this 其实我非常担心我的女儿将会发生的事情 她会不会不及格 然后就是这个事会变得很糟糕 我需要引起她的注意 我需要去帮她 我真的很担心她将来不会跟我说话了 How do you know that? I've been getting all A's in the class And the teacher wasn't even there anyway 我感觉很糟 她的确将我看成失败者 我很失望 我妈不认为我聪明 而且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感觉糟透了 It does not matter that the teacher wasn't there You know that the school takes attendance You will be getting a detention How do you think that is going to look? 我真的很担心 她不在乎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事 也不在乎 也不在乎她自己 作为母亲 我是不是一定做错了什么 也许我跟她相处的时间不够多 我需要去帮她 我需要去教她 It's not a big deal 这就是她所关注的 她不在乎我的感受 她只在乎其他人怎么想 我感到很孤独 我觉得我并不重要 Yes It is a big deal I don't like your attitude It's like you think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Life is not like that I have to go to work whether I like it or not It's part of being responsible Oh天哪 我的小女孩怎么了 她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真的十分担心 我会失去她 我非常担心 害怕 她不会再顾及我的感受 和想法 好像我把一切都搞砸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 Whatever think what you want 我感觉真糟 我太无助了 无论我说什么 她都不相信我 她甚至不了解我是谁 我的母亲 她认为我是一个失败者 我觉得真难堪 I have to worry about this I am your mother The school called me Because they want me to know What you're up to And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you're up to 不行 我一定要继续尝试 我要继续跟她讲话 这是我的非常 非常亲爱的小宝贝 我担心我会失去她 我真的是太糟了 我作为一个母亲 我也真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All I hear from you is Everything I'm doing is wrong 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 Have you cleaned your room Have you taken the dog out I don't want to be nanned 我感觉糟透了 她从来不说任何好听的话 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的快乐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而且我永远也不能让她满意 我实在想放弃了 Well it's not only me Your father feels the same way You have changed And we can't talk to you about anything I'm going to let him know about this 我真的是把这搞砸了 我真的是作为一个母亲很失败 我把一切都搞砸了 我感觉非常地绝望 感觉很无助 很害怕 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Go ahead I know that's what you want Run to him and tell him I don't care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没有人喜欢我 我彻底的搞砸了 而且我无处可去 我的生活是一团糟 Don't talk to me like that I'm just trying to help you Why won't you talk to me 现在我真的感觉很糟 我只有自己一个人 而且我的女儿讨厌我 这感觉很不公平 而且我也觉得很无助 我希望我可以跟她说话 这样我们俩都能感觉好一点 Throws her hands up and walks away 现在我感觉很内疚 她很难过 而且这都是我的错 我需要逃离这里 我做的一切都会引起麻烦 我感觉实在糟透了 然后第二天的早晨 父亲开始和这个孩子进行对话 父亲还是由Cynthia扮演 Hey, how's my best girl? 不行,我一定要找一个方法跟她讲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谈 这真的有点尴尬 我害怕我会搞砸了 Fine 我不知道她想要什么 很奇怪 她从来不这样跟我聊天 她到底想要什么 是不是妈妈说了什么 我很迷惑 而且紧张 I wondered if you wanted to go for a hike later today it looks like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day 我得想办法跟她沟通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她沟通 我觉得很尴尬 我真的在沟通这方面 我真的很差劲 I'm not sure I may plan to my friends already 我怎么能和她待上一天 她不会聊天 这种感觉很尴尬 我很愧疚 我让她失望了 我并不想伤害她的感情 Well maybe your friends want to go too It really is going to be a great day I can pick them up and we can all go I'm not sure We made plans to go to the mall They won't want to bike I need to go to the mall 我需要摆脱这个场面 我很纳闷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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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聚众 好 谢谢几位 这个心理宣传 ambassador 心理宣传大使 好 那我再share screen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打个比方叫做黑旋风 就是在家庭的关系里边 有一个互动的循环 那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孩子和父母 都没有进行一个 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 孩子其实很多 有内心的一些想法 觉得很可能会很伤心 很失望 对自己也失望 对家庭关系也失望 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也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而父母其实也很担心孩子 其实也是为孩子将来考虑 等等 也很爱孩子 希望孩子跟自己 有一个内心的连接 但是就是父母也没有去 能够表达出这些情感 那往往都是在一些 进行浅层的一些交流 比如说是讲事情 或者是批评 讲道理 但其实都没有达到 内心真正的连接 那往往当一方 批评另一方的时候 其实会导致孩子 就在这边会越来越觉得 我是一个不好的人 我觉得我不够好 我永远没有办法 满足父母的要求 就会产生这个自我形象 和自尊的这个问题 那其实在家庭关系里边 一个就是我们要 让对方去 让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亲爱的人 去建立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 去让他们提高他们的自尊 去帮助他们有自信 告诉他们说 你是可爱的人 你是值得被爱的人 然后同时也是 对同时也是 就是去表达 其实我想跟你建立连接 然后我很渴望 跟你有一个内心的交流 当没有跟你内心交流的时候 我心里还没有底 觉得很害怕 那这个是我们要去 在家庭关系里面做的 那其实这个哈佛大学 有一个长达80年的 一个长城的研究 Grand Study 它最终的研究结果就是 什么是我们人 人类幸福和健康的 这个终极秘诀 是不是良好的睡眠 还是长久的运动 每天的坚持运动 还是冥想 还是这个保健瓶 还是吃某一些特效的药等等 但是其中最后发现 最最有效的 这个保健的秘诀 就是有长久的稳固和温暖的 一个亲密的关系 那这个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一个健康 你想要觉得人生幸福 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说 比如说我要不断的赚钱 或者说我要给孩子很多很多的 这个金钱的support 让他上很好很好的大学 这些都是很重要 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然后在金钱的话 在心理学研究 当一定程度以内 你在温饱的 如果没有达到温饱 是绝对影响你的这个心理健康 你的幸福感的 但是当你赚钱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其实 这些一些外在的东西 就没有办法增加人的幸福感了 那最终让人感到幸福的 就是这个人际当中的亲密的关系 还有和父母的这个良好的心和心的连接 那在家庭治疗 还有在这个伴侣治疗当中 最有效的目前的方法 就是这个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 叫做聚焦情绪的这个治疗法 它是一个基于 我们刚才说依恋的理论 帮助在咨询室里面 就帮助这个couple 帮助家庭去重新建立 这个交流的互动模式 去表达出来内心 从来没有表达出来的情感 那它的有效率 就是高达70%到75% 就是要远超于其他所有的 伴侣治疗的方法 和家庭治疗的方法